新浪盛典突击队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黄锦鱼 2023有没有立想目标完成了吗 没有 2023年 不光2023年 我这些年我也没立目标 就不想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目标 怕努力不到会难过 谈一下今天的造型 很渣是吧 未来有计划给大家呈现一些反差感大的角色吗 我也想 可以啊 有一些什么阴暗的呀 然后 就是比较有性格 比较极端的呀 特殊的呀 我也很喜欢 并交的那种 并交是什么 跟你说的差不多吧 那就那种 什么类型的角色是你非常想尝试 且对于黄锦鱼来说挑战性很强的 弱小的 对挑战性会很强 怎么说 因为长得不像 爱个长长是吗 像 被别人保护的感觉 对对对 你有那种被别人保护的经历吗 我觉得大家都希望被别人保护吧 所以你觉得就是在你的成长经历中谁对你来说 不同阶段不一样 你觉得你的好友圈里谁算得上社交汉肥 社交汉肥 没有社交汉肥 大家都很矜持 我觉得 真的吗 我感觉极限强杂里 大家很多人都挺社交汉肥的 哦 是吗 就很易 就很能聊 很外向的感觉 哦 哦 那那亮哥啊 亮哥是最能聊的 我觉得 我最爱 给大家送2024年的祝福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祝大家一切顺利 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